现在的人在了解过去朝代龙袍时,往往都是通过电视剧当中的描述来分辨哪一个朝代的龙袍更精美,制作更复杂,穿上去看上去更入眼。 但往往由于电视剧是想通过吸引观众,在穿的龙袍方面会有所改良,根本和过去真正的龙袍会有一定的区别。 来说一下清朝的龙袍,清朝的龙袍是制作比较精美,手续比较复杂,不但在宫廷设计,在龙袍上面,在刺绣方面体现的会更多。 所以在唐朝,龙袍主要以体现黄色为主。 清朝和汉朝的龙袍体现的是宽大,而且特别的威严,特别是再加上冠冕,更能体现出帝王高高在上,俯视天下这种威力,可以让众多的臣民贵服在自己的脚下,体现自己的高大。 当时的清朝和汉朝,龙袍都显得比较大气。 在宋朝和明朝的时候,这个时代的龙袍综合了过去时代的一些缩影,但是也体现黄色,但这种黄色不是过于的黄,看上去比较精美。 不管哪一个朝代的龙袍都很好看,可以说最精美的,清朝古代的龙袍相对更精美,清朝和汉朝的龙袍更大气,宋朝和明朝的相对更华丽。